心灵回收站 爱得赶弯 爱得赶弯都已与我无关 可事关老陈的生死 还是刺痛了我自以为麻木的神经 田一告诉我 老陈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 急需做手术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老陈是我的父亲 田一是我的继母 自从我大学毕业在外结婚生子后 跟那个家已经少有联系 现在老陈危在旦夕 于情于礼 我都不应该袖手旁观 正躺在病床上树叶的老陈 看见我推门进来 眼里闪过一丝光亮 眼角眉梢荡出隐隐的欢喜 小婉来了 哎 你那么忙 回来干啥 都怪你甜一多嘴 我这又不是什么大病 不就是为了长了细肉吗 割了就好了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心头一灵 老陈还不知道他得了会要命的病 两年没见 老陈更瘦更老了 发气线明显后疑 花白细疏的头发凌乱地浮在头皮上 曾经饱满的双颊塌陷了下去 满脸的褶皱写满了岁月的风霜 一阵酸涩涌上我的心头 眼前阴晕起一团雾气 老陈的脸逐渐变得模糊 病房外 天一画里有画 透着欲言又止的为难 小婉 我知道不该给你害这个口 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跟你爸刚在城里买了房 每月还有房贷要还 你爸治病需要一大笔钱 校友还在上大学 本来我想把房子卖了 可这房子不是说卖就能卖的 钱我借了一部分 你看 你能不能再拿点出来 你放心 等房子一卖 我就把钱还给你 我被震惊到了 原来 天一让我回来 除了有让我尽孝的人之常情 更多的是为了让我出钱给老陈看病 他们的亲生儿子陈宇还在上大学 他们以为他在市里买好了新房 而且应该用的是我的钱 而我 大学毕业就在外颠沛流离 尝遍了生活的苦 虽然现在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家庭 但因为条件和能力有限 现在还在租房子住 我本想着攒够了首付买个小两居 拿着房价一路攀升 攒钱的速度 永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现在我的继母竟然还要继续剥削压榨我 让我出钱给老陈治病 他可真能受得出口 我心里那点因老陈身患重病的隐痛 被突如其来的震惊和愤怒 稀释得几乎不可见 我永远忘不了老陈大给我的耻辱和创伤 尽管他尽到了一个平常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在我成长的路上 他从没有让我缺齿少穿 还跟我上到大学毕业 但我 却不感激的 我刚满一岁那年 老陈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纠纷 年轻气盛了他将人捅成重伤 被判刑入狱 刑期五年 母亲虎诉与他离了婚 远嫁他乡 从此嫌有联系 我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从我记事起 村里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 他们都说我有一个杀人犯爸爸 跟我玩太危险了 万一哪一天惹怒了我 我也颠倒砍他们怎么办 他们晚上抓萤火虫 白天粘汁了 下河捉鱼 上树偷藻 都商量好似的 合起伙来排斥我 孤立我 我只能眼巴巴地躲在脚墓里 独自寂寞 老陈为我灰暗的童年 奠定了阴暗低雅的基调 任何与委屈从此一寸一寸在我的孤独寂寞的心理滋长 那年我六岁 老陈心满失放了 而我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然而 老陈带我去村里小学报名的时候却傻了眼 生我时 老陈和母亲粗心大意没有给我上户口 之后老陈入狱五年 母亲远嫁 爷爷奶奶也没有想过给我上户口 到了现在该上小学了 才发现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黑户 老陈找了村干部和校领导 说了很多好话 学校终于同意我先入学 再办户口 从此 我头上除了杀人犯女儿的标签外 又多了个黑人的称号 我的户口 老陈却迟迟给我办不下来 我催得急了 他不是说缺这个证明 就是缺那个材料 我想不通 不就是办个户口 有那么难吗 为什么别人上个户都轻而易举 到我这儿却这么难 还不是老陈不够上心 不久我就发现 老陈确实不够上心 因为他的心思都用在找女朋友娶老婆上了 天一进门的时候 我的户口还是没有着落 自从知道老陈的心思没用在我身上 户口的事我连问都懒得问了 每天按部就班的上学放学 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而老陈却越发地活得意气风发 每天收拾得干干净净 下班回来跟天一一起在厨房里忙碌 我看到他要么帮天一把垂下的头发挂在耳后 要么拦一下他柔软的腰肢 举手投足都带着宠溺 弟弟陈宇出生后 老陈更是笑得见眼不见眼 连走路都带风 头昂得像打了胜仗的攻击 与此同时让我备受打击的是 对我疼爱有加的爷爷奶奶也转向了风向 把他们慈祥无私的爱 毫无保留地给了他们的大孙子 爷爷看到陈宇笑得眼珠子都差点掉在地上 奶奶整天抱着陈宇爱不释手 而我在这个家彻底成了外人 有什么好吃的 爷爷奶奶首先留给陈宇 说我是姐姐 理应让着弟弟 老陈下班回来一趟 先搂着陈宇轻轻抱抱举高高 说实话 天一并没有带我不好 但我也从来没有从他身上 得到过类似母亲的平常关爱 有的只是客气和疏离 老陈让我帮忙带陈宇 他会说 不用 小婉还是把时间用在学习上吧 我考试考杂了 老陈追问原因 他会说 小婉吸取教训 下次考好就行了 我打愣了婉 他说 没关系 你别动 我来收拾 而对陈宇 天一就是另外一种态度 陈宇有什么不合理的要求 撒娇耍横都没用 犯了错 他都会严厉批评惩罚他 用天一的话来说就是 教育孩子要从娃娃抓起 我不是傻子 从小敏感到我早已洞悉 天一对陈宇的态度 才是一个母亲 对孩子应该有的热气腾腾的母爱 五年级的时候 一次考试 我拒绝了后排女生抄答案的要求 他竟然纠集了几个女生 把我堵在巷子里打了一顿 还口出狂言 一个杀人犯的女儿 还是个黑户 学习再好也上不了大学 那一刻 我对老陈的怨恨 如野草般疯涨 他日日沉醉于老婆孩子热扛头的幸福 何曾考虑过我的处境和前途 我回到家 第一次跟他歇斯底里的大闹了一场 并扬言 再不解决我的户口 我就死给他看 老陈这才窃窃地开了口 说上户口有规定 孩子的户口只能随母亲 我母亲的户口在我外婆家 他多次找外婆协商 而外婆拒绝我 将户口上在他的名下 对老陈的说辞 我半清半疑 虽说这么多年来 我跟外婆家来往不多 但我毕竟是他的亲外孙女 他不会这么绝情 不答应给我上户口吧 我要求老陈带我去外婆家 我亲自去求他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拒绝我 老陈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也好 你跟外婆好好说说 兴许他能同意 可我跟老陈都过于乐观了 外婆还是坚决不同意 我把户口上到他家 老陈急眼了 冲吾着外婆嘶吼 不就是上个户口吗 对你们家有什么影响 你当外婆的 就不能考虑一下孩子的前途吗 外婆冷哼一声 那你当爹的 怎么不考虑一下孩子的前途 你怎么不把孩子户口伤到你名下 你害得我闺女改嫁 我凭什么要帮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我们这儿快拆迁了 你根本就是贪图我家的拆迁款 我愣了 老陈非要把我的户口 上在外婆的名下 原来是把我当成敛财的工具 寄予外婆家的拆迁款 外婆家在成交 几年前就有拆迁的传闻 老陈也愣住了 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心思 会被外婆窥探 并赤裸裸地滴溜出来 我哭着求老陈 让他把我的户口伤在家里 我们不要外婆家的拆迁款了 因为老师说 如果我的户口问题还不能解决 就不能去镇里上重点初衷 我不想在村里上初衷 我想去镇上 老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黑浓的烟圈 从鼻孔和嘴巴里冒出来 他咬着牙说 不行 户口必须上到你妈名下 拆迁款不是小数目 足够你读完大学了 不要白不要 那一刻 老陈本就不够高大的形象 在我的面前愈发地渺小 他是有多物质 才会逃避做父亲的义务 去寄予别人的财产 替他养女儿 因为没有户口 尽管我成绩优异 镇里的初衷不愿意收我 我只能继续留在村里读初中 我对老陈的怨恨 如海水般铺天盖地 这世上竟有如此 不负责任的父亲 但我终究不过是一个 十三岁的孩子 我还得养征老陈生活 再强大的自尊 也敌不过冷硬的现实 初二下学期 学校和校领导 下了最后通牒 我的户口再不解决 将无法读高中考大学 老陈这才将我的户口问题 重新提上日程 他提议 他带上我去找我的母亲 有母亲出面 跟外婆协商给我上户口 我心中一片寒凉 到这个时候 老陈考虑的还是他的利益 我的前途 跟那点利益比起来 轻如红毛 但我还是答应了老陈的要求 并且生出些许希望 从母亲离家至今 虽然我见过她的次数寥寥 但我相信 没有哪个母亲 会不为自己的孩子着想 她应该会劝说 外婆同意给我上户口吧 懵懂的我 还是高估了 我在母亲心中的分量 看到我出现在面前 几年未见的母亲 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和浓厚的母爱 她带我去吃好吃的 去商场里 给我买好看的裙子 却对我提出的 上户口仪式躲躲闪闪 顾左右而言她 我索性开门见山 对母亲说 如果我的户口问题不解决 我就上不了高中 读不了大学 母亲愣了一下 目光望向别处 轻声说 那你怎么不问问你爸 怎么不把你的户口 上在他名下 法律都规定 子女的户口 可以随母也可以随父 我顿时哑口无言 我不想在母亲面前 暴露老陈那点阴暗的小心思 在小旅馆待着的老陈 听闻消息后火冒三丈 带着我找到母亲对他咆哮 骂他不配做母亲 丢下年幼的我远走高飞 这么多年都不经做母亲的义务 现在连户口都不愿意给我上 简直丧尽天良 母亲也被激怒了 他骂老陈当年不务正业 与人斗殴进了监狱 现在为了寄予他娘家的拆迁款 拿我的户口做文章 不配做父亲 我的脑袋里像有一千只蜜蜂在轰鸣 看见他们两个人剑拔弩张 嘴巴一张一盒互相对骂 感觉自己就像站在悬崖边上的逃生者 前路断了 心也空了 然后母亲的一句话 如同惊雷在我的耳边响起 我的心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弹中 慢慢地下沉 母亲尖利的声音划过耳畔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存的什么心思 吐拆迁款只是其一 你不给小婉上户口 是怕影响你老婆生二胎吧 母亲的话惊醒了我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老陈坚决要把我的户口 上到母亲名下的决绝 田一面对奶奶催生不可置否的为难 都在这一刻有了答案 还是母亲为我考虑得多 如果田一再生一个 可想而知 我在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地位可言 对于母亲的说法 老陈拒不承认 他说他跟田一说好了 就只剩陈宇一个就够了 他坚决要把我的户口 伤到母亲名下 完全是为了拆迁款 他收入不多 养活两个孩子力不从心 母亲娘家的拆迁款 分给我一部分 合情合法 我的心里终于有了点安慰 两孩相权 娶其亲 我宁愿相信老陈不愿意 把我的户口伤到他名下 是为了贪图拆迁款 也不愿相信他是为了再生一个孩子 他初三的时候 也不知道老陈用了什么方法 使了什么招数 外婆终于同意 把户口伤在了他名下 我长出了一口气 我终于摘掉了黑人的帽子 从此以后 我也是一个有户口 有身份证的人了 再也没有人 以此为借口欺负我 打压我 后来 我去县里上了高中 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我的人生 终于迎来了黎明的第一丝曙光 上大学后 我听一个同学说 我外婆家的那个村子 终于拆迁了 每个人都分到了一笔不少的拆迁款 这个消息 没有在我的心里激起一丝波澜 我从人镇定 云淡风轻 对我来说 有饭吃有书读 就是命运最好的馈赠 不属于我的 我绝对不会觊觎 那笔钱 就当我报答了老陈的养育之恩吧 我结婚的时候 婆家给了十万彩礼 我以为 老陈和田姨得到了 属于我的那份拆迁款 于情于理 怎么也得给我拿个三五万的赔价吧 可是 除了那张十万块钱彩礼的银行卡外 老陈和田姨给我的赔价 只有四条被褥 那一刻 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生疼 我与那个家 从此以后一别两宽 各自欢喜 可是如今 老陈和田姨把他们所有的钱 给儿子买了房 并入膏肓之时 他却要我出钱为他续命 别说我现在仍然穷困潦倒 即使我家财万贯 又怎能咽下所有的委屈 心甘情愿去当着冤大头 还有 我怎么给老公解释 他又会同意吗 可老陈的手术迫在眉睫 我做不到袖手旁观 我跟田姨说 我手头也很紧 拿不出钱来 不如把房子降价卖了 只有价格足够低 不愁卖不出去 我可以帮忙把房子先挂在中介 并在朋友圈和抖音上发布消息 把低价卖房的消息扩散出去 严一的神色变得灰暗 她顿了顿说 小婉 这房子是我跟你爸一辈子的积蓄 小雨在本地上大学 本来享有了房子 以后她找对象能顺畅些 没想到你爸得了个这么要命的病 我同意买房 可也不愿意借卖 这是我跟你爸一辈子的心血呀 我顿时火了 冲着田姨泪如雨下 你们的心血是心血 我的心血就是大风刮来的吗 你们现在为了你的儿子 买好了婚房 可我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 我还在租房子住 当年 你们为了贪图那笔拆迁款 死死压着不给我上户口 我结婚的时候 一分钱赔价都没有给我 现在却连治病的钱都想让我出 那笔拆迁款呢 弄哪儿了 是不是要留着给你的儿子结婚哟 田姨目瞪口呆 脸上是一种我看不懂的悲怆 她张了张嘴 却什么也没说 转身进了卧室 从卧室出来的陈姨 递给我两张A4纸 我抖着手展开 一封是当年老陈给外婆写的 放弃分配拆迁款的保证书 一份竟是一份亲子鉴定书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我跟老陈不具备亲子关系 老陈不是我的生物学父亲 我瞬间实话 感觉天地万物都停止了运转 随即一种巨纳的通处 排山倒海地涌来 撕裂着我的五脏六腑 我顿时泪飞如雨 我是谁 谁是我的亲生父亲 田姨为我擦干了眼泪 向我道出这么多年 从未说出的秘密 当年被老陈砍伤的那个人 是我母亲的初恋情人 老陈无意当中发现 母亲与他好断丝连 被戴绿帽子的耻辱 让他难以咽下这口气 喝了点酒便去找那个人理论 争执中老陈失手将他砍成重伤 被判刑入狱 老陈出狱后 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足心大意的老陈才发现 竟然忘了给我上户口 可当他拿着出生证明 去派出所给我上户口时 却被告知 需要做亲子坚定 心无诚服的老陈 带我去做了亲子坚定 出来的结果 却让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竟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田一讲到这里 我依稀记得 好像当年老陈带我去医院 抽过一回血 说是上学需要体检 田一说 老陈那段时间脾气非常不好 经常无故发火 戒酒浇愁 他当时并不知道原因 这些是老陈后来才告诉他的 消沉了几天后的老陈 决定把这件事瞒下来 他告诉陈仪 一方面 被戴绿帽子的耻辱 让他不愿曝光我的身世 另外一方面 他觉得我是无辜的 叫他一声爸爸 他就应该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而且 如果曝光我的身世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 一个私生女没有活路 老陈舍不得 他宁可自己蒙羞 也不愿意为我的人生 蒙上一丝的阴暗 我一直以为 老陈杀人犯的头鞋 给了我无尽的耻辱 却从来没有想到 我才是令他耻辱的存在 为了不耽误我上学 老陈想把我的户口 尚在我母亲名下 可外婆死活不答应 老陈带上我去给外婆求情 外婆学的老陈吃相难看 情急之下说 老陈想要寄予他家的拆迁款 才唆使我去求他 老陈顺势而为 为自己苦心积虑的执拗 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承认了自己的龌龊心思 外婆和母亲 更不同意给我上户口了 我马上要中考了 不得已老陈私下找到母亲 让他看了那份亲子鉴定 母亲惊呆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跟情人的一次偷婚会 种下恶果 老陈告诉他 只要他说服外婆 同意给我上户口 这件事 他就会永远烂在肚子里 最后 老陈给外婆写下 资源放弃拆迁款的保证书 外婆才同意 把我的户口 上在母亲名下 而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还凭主观异断 认为老陈拿了属于我的那份拆迁款 现在想来 那种想法 多么的自私可笑 像外婆和母亲 那么自私的人 怎么会轻易 把本属于自家的财产 拱手让人 可我这么多年 却被假象蒙蔽了心智 把老陈囚禁在 我为他打造的牢笼里 恨他恨得心安理得 巨大的悔意 铺天盖地 像洪水般席卷了我 言一说 小婉 我知道 你小时候 我对你关心不够 没有尽到一个母亲 应尽的责任 可我是一个后妈 你爷爷奶奶要求 我要像对待亲生女儿 一样对待你 一有不满意 便会对我发火 所以我不敢批评你 不敢跟你大声说话 生怕被他们说 我虐待你 这样导致 你始终跟我亲近不起来 你结婚前 本来你爸爸给你准备了一笔赔价 他说这样 你在婆家也能支起腰杆 可是偏偏你奶奶病了 给你奶奶看病办丧事 把钱花光了 所以因为这你爸老觉得对不起你 我知道 你对我们现在就给小语买房 心里不太舒服 可没办法呀 你看咱们这儿 男多女少 多少小伙子因为没房 娶不上老婆 都怪我跟你爸没本事 现在要连累你 田一的话 融化了我心中的尖兵 我心里对他们给小语买房 确实不太舒服 但想想现实情况 也确实可以理解 在农村 资源和能力就那么一点 哪家不是先紧着儿子 何况老陈跟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他为自己儿子着想 也没有什么不对 田一交代我 不要让老陈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 剩下的时光 就让他做个 以能给儿女 幸福为幸福的老头吧 我含泪答应 老陈最终还是知道 他得的是胃癌 而不是膝肉 同一楼层的病人 都在放疗化疗 他的病再也瞒不住 他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样悲观颓废 反而劝我和田一想开点 生老病死命由天定 谁也逃不过 他面带微笑 眼里泪光闪烁 小婉 爸爸对不起你 因为没有及时给你上户口 让你受了很多委屈 你结婚时爸没能耐 一分赔价都没给你 我的手术就不做了吧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想受那个罪 明天咱就出院 我的眼泪如绝地的海水 一样一泻而下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老头 咽下了所有的耻辱和委屈 打刀阔斧 为我斩断所有岁月的荆棘 宁愿熬到油井灯夫 也不愿拖累我分毫 我紧紧握住老陈 如枯树之般的手 见言万语都哽在了喉咙里 只剩下一句 爸 我才三十岁 我不想没有爸爸 我爸准备买房的钱 拿出来交给医院 给老陈做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 医生说老陈身子底子好 精神也很乐观 术后如果癌细胞不转移 五年的存活率 还是比较高的 我跟田一喜极而泣 我能忍辱负重的父亲 能够多陪我一天 都是命运对我最厚重的馈赠 三个月后 田一把新房卖了 尽管我一再表态 说给老陈看病的钱 我不要了 田一还是把钱给了我 他笑着说 你爸说了 人活着都不容易 我们不能结女继儿 儿孙自有儿孙福 小语的将来 还得靠他自己打拼 躺在旁边沙发上的老陈 脸上的皱纹 笑成一朵菊花 对 你田一说得对 你快拿着吧 我可不想让人戳着脊梁骨 说老丈人花女婿的钱 如今两年过去 老陈的身体逐渐恢复 癌细胞也没有转移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每逢节假日 我都会带着孩子回老家 看望老陈和田一 我陪着老陈去小区花园里散步 陪他去河边钓鱼 给他读他喜欢看的小说 女儿蹦蹦跳跳跑在前面 老陈一边喊小心 一边小跑跟在后面 夕阳的鱼灰洒在他身上 为他的背影涂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没来由的 一股热浪涌上了我的双眼 时光太短 父爱绵长 我跟老陈已经错过了太多 往后余生 我想爱他用力一点 再用力一点 来世今生 老陈永远都是我的父亲 唯一的父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